如果你是說騙錢的人 家儀 你可以WhatsApp66982429找啤梨 如果你說你每晚都會騙錢 你問問網友 我們現在算不算騙錢呢 很簡單 你可以找啤梨 如果你有買過 光顧過 可以拿你的單據過來 叫啤梨就和他處理 啤梨那時候說 如果一年之後他沒有升到 你喜歡的可以賣給他 放給他 他帶你去看完之後 你才決定賣不賣 所以這位家儀 如果你曾經說別人騙你的錢就行了 WhatsApp66982429 甚至 如果你不理你 他不回收 一年之後 你有沒有提出 我可以幫你 他出頭 但首先 你要上去WhatsApp他 WhatsApp你的單據 我要知道是誰他才可以 我可以幫你 不過這樣 你要隨便一人說 是是 我是很難相信的 因為你是要用單據WhatsApp他 我就一定會幫你 不過這樣 WhatsApp了先 好 我們繼續 只要我們晚晚這件事就夠了 大家自己去觀察 好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